熊孩子不是不可以熊 是可以熊的 但是一定要有界限 历史上 这个 还有一人 北齐的高延宗 距今有1500年了 那么他是北齐文宣帝高阳的这个什么呢 侄子 那么北齐书上有这样一段记载 就是说童年时期的高延宗 一直由他叔父高阳去抚养 长大 这高阳呢 非常喜欢他 喜欢这侄子 就把这侄子抱在肚皮上玩耍 结果这熊孩子玩着玩着呢 一抛尿呢 就撒在了这高阳的肚皮上 这高阳也不生气 就笑呵呵问道说 你要当什么王啊 高延宗就低下头来说呢 指着自己胯下 趾高气阳的小鸡鸡 就指着自个儿说呢 我要当冲天王 那么这段啊 是这个正史记载 北齐书记载啊 说严宗又为文宣所养 就是说为他叔叔所养 年十二啊 这个由其至府上 年十二我这就想啊 年十二是虚岁 周岁呢是年十一 十一按照现在都是五年级的孩子了 这五年级的孩子坐在身上 还往我身上尿尿 那这显然这就是熊孩子嘛 那么高延宗呢 就后来被他这个叔父呢 就就赐予了这个安德王的一个名号 领了这个定州刺史 定州就是我们定谣所产的这个地方 河北省啊 那么他在十几岁呢 就做了定州的刺史 这定州刺史呢 不安于德行啊 就干了很多特熊的事 这熊孩子从小没有管教 大了以后就不是好人啊 他呢 你知道他干什么事啊 这说起来有点恶心 重口味啊 他在楼上撅着屁股拉屎 非要让他属下底下用嘴接着 然后逼迫他的属下 用猪肉混着粪便啊 就是他的人使啊 叫饕铁盛宴 如果 敌人啊 吃的时候面露蓝色 你想恶心不恶心 你吃这猪 这个猪肉和这个人使 祸成的这种食物啊 这个 你如果面有蓝色啊 你这个吃着不愉快 你就肯定还会被 这个大型伺候 挨鞭子 这一段在这个史记上记载 非常的清晰